在北海道地子驱丁的硫磺山 是一座活跃的活火山 从山体中不断喷发出巨大的烟雾 隔着很远就能够看见 伴随着隆隆声响 周围弥漫着独特的硫磺气味 沿着山脚的历史稍作前行 就能够接近喷气口 可以看到黄色的硫磺结晶 这里是能够近距离感受地球脉动的特别空间 顺着你的目光 拉过去看一眼 好震撼啊 而且这个可以走到山脚下去 里面还有几个孔在冒 它大大小小有1500个喷气孔 给你拍一个火星漫步 要是把周围的绿植都挡开的话 真的好像在火星 可以走这么近 我们第一次能走这么近 去这也不住了 这个屋好大呀 可以更近距离的结束 已经有点温度了 这有个牌子 让你小心烫伤 我的脚都有一点暖和了 现在你能感觉到吧 穿过这个鞋明显就是有地暖 天然地暖 你看这种小的孔也特别多 那种黄色的 只要是有黄色的这个地方 它就在冒气 这些都是热的 我们上这去呗 你听这个屁股 你听这个屁股 它真苦 你看这个小小的 这个很烫 这个特别烫 你摸一下烧开了的 小心点 马上拿开 我们现在到Sakura瀑布 看这个三温鱼 它会随着 它会逆流往上跳 会跳瀑布 其实这里6到8月才是最多的 现在才5月底 不是很多 应该7月最多吧 如果6到8月是高风期的话 它们产暖期 我们下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在森林的深处 然后信号是完全没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圈外 这个尘土灰扬 赶紧关窗 就是这里 神的指 熊出墨注意 我带了熊林 走吧 这里有很多枯木 倒下来了 请看这个大树倒下的树根 看 好大一棵树 和着 小树 一棵树 鱼 小树 是 最后一棵树 大树 都是 这棵树 很烦 因为 这棵树 中文字幕 李宗盛